根號1乘2加上根號2乘3加上 一直到根號n乘上n加1 問你說 an除於n平方它的極限值能多少 好 那這個an是長這樣 我們先把an找到兩個數列 把它加起來 好 那在加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是這樣子的 這個 每一個都沒有辦法畫開這個根號 多少算 那如果你要畫開根號的話 最好這兩個數字是一樣的 好 那如果要一樣的話 我們第一種方法就是說 那我把這個 這個數字比較大的換成小的 比較大的就換成小的 比較大的就換成小的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 根號1乘以1加上 根號2乘以2加上 一直到根號n乘以2 這樣的 那你每一個數字都有變小 當然這個數字會比原來的還要小 會小你原本的 你的an 你的an長這樣 那你這樣變小 當然整個字變小 那第二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不要把大的變小 我把小的變成大的 那如果把小的變成大的的話 把1變成2 把2變成3 把n變成n加1 那它就會變成根號2乘以2 加上根號3乘以3 一直加到根號n加1乘以3 好那你會發現 我把每一個數字都變大了 這個數字應該比較大 新的這個數字比較大 所以會大於an 所以這個an就會加在這兩個之間 那這兩個都很好 因為它的根號都可以去掉 那一個是1加2加3 一直加到n 那另外一個是2加3 一直加到n加1 好那這個都是等差數量 很快就可以求的總和 2分之n乘以n加1 那這邊也有n的數 2分之上乘以加下乘以高 這個有n的數 2分之兩個相加n加3 那它就會介在這個之間 那你現在還要處理n平方 就辦法把它每一個都處理n平方 好那就會介在這個之間 那接下來取極限就小等於小等 好那取極限小等於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說 前後這兩個取極限的時候呢 它要算的話 應該除以分母的最高次方 那就是n平方 所以這個除以n平方 那這個上面也要除以n平方 那分母就會變成2 那分子的話 這本來是n平方加上n的 那你除以n平方就會變成1加上n分之1 那1的話就是1啦 n分之1 n去近於最大就是0 所以上面分子是1加0 底下是2 2分之1加0就是2分之1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通通處理n平方 那這個也是一樣 n平方加上3n 然後處理n平方 那會得到1加上n分之3 n分之3也是去近於0 所以是約掉2分之1加0 所以也是2分之1 所以這兩個都等於2分之1 這兩個都逼近於2分之1 那這個它的極限就只好等於2分之1 因為極限以後 這個會變成等號等號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之後 這個前後就是2分之1 中間就只好極限值2分之1 看看有問題 由來仲良心的 不然而這碰上